新盛堂集团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一、细胞疗法在国内注册申报最新进展近期 有权威机构统计了细胞疗法 在国内注册申报最新进展 这是继2017年12月22日 原国家食药总局发布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 实行后 在细胞治疗研究方面的最新动态 在已经向CDED交IND的细胞治疗项目中 可以看出24个项目 按照一类新药申报据统计 若以南京传奇的IND申报 2017年12月11日获得受理 2018年3月20日拿到批件算起 中国共有26个细胞治疗产品申报IND 在这些申报中 有24个项目 是按照一类新药注册分类申报临床试验 金富星凯特申报的FKC876 抗人CD19 CAR-T细胞注射液 和北京三有力合泽生物申报的人 牙髓兼充治钙细胞注射液 按照三类新药进行申报 23个项目与 CAR-T治疗 相关在26个申报IND的细胞治疗项目中 有23个项目 属于 CAR-T治疗法 三个产品获批临床截止 到2018年7月15日 仅有南京传奇LCAR-B38-MCAR-T细胞 自体回输至继 CXSL-1700201 要名巨诺JWCA8029 CD19把象牵合抗原受体T细胞 CXSL-180002 恒润达生了抗人CD19 T细胞注射液 CXSL-1700193 CXSL-1800019 针对两种不同适应证的临床申报获得批准 2. CAR-T细胞免疫疗法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CAR-T是国内医疗机构研究的主要方向 那么CAR-T是什么呢? CAR-T级细胞免疫治疗疗法 是采集人体自身免疫细胞 经过体外培养 使其数量成千倍增多 把象性杀伤功能增强 然后再回溯到人体来杀灭血液及组织中的病原体 癌细胞 突变的细胞 打破免疫耐受 激活和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 兼顾治疗和保健的双重功效 简单的说 是一种以增强癌症患者自身免疫细胞 去对抗癌细胞的全身性治疗 CAR-T细胞免疫疗法 现合抗原受体 T细胞免疫疗法 是目前肿瘤治疗领域 最具颠覆潜力的新兴技术之一 相较其他肿瘤治疗方法 如手术切除 放化疗 小分子 发下药物 单抗药物 以及造血干细胞已知等 具备更精准 更灵活 更光谱 更持久等多方面优势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两款 CAR-T细胞免疫疗法产品 获批上市 分别是诺华的Keymriottom 和Keyt Pharma的US CAR-T3 CAR-T治疗案例时 用CAR-T细胞治疗 治愈白血病的案例已有不少 国内也有几个成功治愈的案例 诺华和Keyt的CAR-T疗法 先后通过FDA批准上市 国内的CAR-T研究也是如火如荼 但目前国内的CAR-T研究都在临床I7 距离成功上市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世界上第一类接受CAR-T治疗的是Emily Whitehead 她出生于2005年 于2010年罹患B细胞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在接受了16个月化疗后复发 于2012年4月 开始接受CAR-T治疗后康复 成为CAR-T治疗最佳代言Emily治疗中急康复后四 免疫细胞疗法 将迎来新一轮爆发 中国抗肿瘤要从2012年的603亿元增长 至2016年的1109亿元 年均负荷增长率约为16.5% 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可达到1447亿元 未来十年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 据IMS数据显示 2014年全球用于治疗肿瘤的药物费用 为1000亿美元 远高于其他疾病的用药开销 成为全球第一大药物市场 因此 被誉为癌症终极治疗手段 的免疫治疗 将为要起的必争之地 国内免疫细胞疗法进程 去年免疫细胞疗法处于爆发前夜 短短一年时间 行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美国免疫细胞疗法获批后 国内掀起免疫细胞疗法申报潮 6月27日 药明聚诺及其关联公司上海 明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明聚生物科技产品 JWCA-R029的H&D申请 这是自2017年12月 细胞治疗产品研究 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发布 细胞治疗进入标准化和规范化时代后 首个获准Bi&Bi CD19 为8点的Carty产品 从贸易战和进口药政策来看 下半年 医药板块仍将迎来进口药降价 鼓励国产药企业创新等密集政策出台 长期来看 鼓励国内创新要发展的政策 将成为行业行情持续的支撑 免疫细胞疗法 有望再次提速 下半年Carty 有望在实体流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其作为癌症治疗手段的价值将被重构 国内免疫细胞疗法将近跟国际步伐 中国有望实现弯道超车 国内行业洗牌家具 掌握先机的企业 有望成为超级独角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